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里一刻我们给大家讲一讲NMAP的脚本扫描功能 那么NMAP是允许用户自己编写脚本进行自动化扫描操作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编写脚本去扩展NMAP现有的一些功能 脚本文件的默认目录 在NMAP的安装路径中有一个scripts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我们打开一个 我们windows平台下的这样的一个 NMAP scripts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大家看这里面大概有500多个 以NSE这种格式保存的这些扫描的脚本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它的前面有很多脚本 都是使用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 前缀 或者说它的一个名称编写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就是这些脚本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分类情况 在NMAP给我们提示的这些参数之中 默认的这种是-s大写的c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也就是等价于一个define 是使用默认类别的脚本进行一个扫描 但我们可以通过第二条参数 -script 等号加一个脚本名称 去更换其他脚本的一个类别去进行一些扫描 NMAP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其他的脚本功能参数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些不同参数可以为脚本 提供默认的参数 使用文件来为脚本提供参数 可以更新脚本的数据库 显示脚本执行过程中 所有的数据发送与接收的一个过程 还可以显示脚本的帮助信息等等 那么这些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就像NMAP本身自己的功能一样 它会把功能进行分类 那么NMAP的脚本功能 也会对这些脚本进行一个分类 我们在扫描过程中 就可以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使用-script 的等号 类别名称 去使用不同类别的脚本 去进行扫描 那么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类 有负责处理健全证书 或者说是绕开健全的 这样的一个脚本 可以使用broadcast 这种类别的脚本 在局域网内探查 更多服务的开启状况 比如DHCP DNS SycleServer 可以使用脚本进行一个暴力破解 针对常见的应用 比如HTTP 或者SMMP等等 这个默认的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杠大写的A 这样的一个外能开关 参数 也就是启用了 我们默认的脚本进行一个扫描 那么Discovering 对网络进行更多的信息 比如SMB的每一句 SNMP的查询 等等 DOS 用于进行一个拒绝服务工具 还有一些脚本 可以利用已知的漏洞进行简单的 系统入侵 后面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脚本 去进行第三方的数据库 或资源的调用 比如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Wiz的解析 我们可以使用模糊测试的脚本 发送异常的暴 到目标记 探测出一些潜在的漏洞 可以使用 录清性的脚本 但这类脚本可能会引发 对方的 iDS或者iPS的一些记录 或者是屏蔽过滤等等 我们可以探测目标机 是否感染了病毒 是否看起了一些后门 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安全性的 一些脚本对目标进行一些扫描 还有一类脚本 是负责增强服务以及版本扫描的 这样的一些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脚本 在服务与版本扫描中 获得更加准确的一些 结果 Map提供了一类负责检查目标记 是否有常见漏洞的脚本 比如是否有ms08067 等等这样的一些常见漏洞 那么我们在这里使用一个 健全证书 这方面的一个 一类脚本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脚本扫描的 一个演示 但这类脚本也可以作为部分 弱口令的 这样的一个检测 功能 去实现 那么我们打开一个 我们的 命令行 在这里我们输入 mf 当scribe 我们使用这一类脚本 当然我们在这里打开一下我们的脚本目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类的脚本 一共有两个 我们也就是使用了这两个脚本对目标进行一个扫描的 好的 后面我们再指定一下我们的目标记 我们还是使用 我们有一个 具备 不同漏洞的把机 这样的一个 目标记 进行一个扫描 我们运行这样的一个脚本扫描 好的 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 稍等片刻 好的 经过短时间的一个 等待 我们看看 nmap 给我们的扫描 结果是如何反馈 大家看 因为特别扫描的是这个 健全证书 或者说是 落口令 这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检测 我们首先在 FTP 之中 就可以扫描出来一个 匿名登陆 允许匿名登陆 这样的一个 安全隐患 那么这个肯定是一个 不安全 那么之前 使用参数 对这个 FTP 这样的一个服务 版本探测 甚至是端口扫描的时候 就并没有扫描出来 这样的一个 安全隐患 大家看 我们还 扫描到了 这样的一个 MySQL 就一个 空口令 这样的一个 安全隐患 那么它的入的账户 是没有设置密码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肯定也是不安全 好的 接下来是一个 默认脚本的一个扫描 这个扫描的结果 我们在之前的 一些扫描之中 也是分别看到过了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进行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演示 那么常用 我们还可以对目标主机进行一个 漏洞脚本的 脚本扫描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这种参数设置 就是 然后再加上 一个目标主机的一个地址 那么我们就可以调用 所有关于扫描 常见漏洞的这些脚本 对目标进行一个扫描 我们 转到我们的脚本目录里面 在这里我们搜索这样的一个 关键字 有大量的关于漏洞扫描的这样的一些脚本的存在 我们在NMAP之中调用这样的一个脚本设置就可以把这些 所有关于 长江漏洞扫描的这些脚本全部调用起来 那么还可以使用广播这样的一类脚本进行一些扫描 比如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使用NMAP-N-P-135-Scribd 等于 Broadcast 然后加一个目标地址 那么这样的一个参入设置 就是我们在扫描目标主机所处的局域网中 哪些 其他的主机会打开135端口 这样的一个 情况 给大家布置一些客户作业 首先第一点 熟悉NMAP的各类 扫描脚本 尽可能多的尝试使用不同的脚本 去扫描一些目标 第二 老师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附件 是一个NMAP-Scribd使用的 帮助手册 那么在这个手册之中 详尽的 记录和解释了一些常用的这些 脚本 他的一些脚本功能 那么希望大家 在课后 尽可能多的研读 这样的一个使用手册 熟悉 使用的一些技巧等等 好的 这些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